没有正德 这个清净就包括清净平等者 没有正道这个地位的菩萨 毕竟得正平等法神 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月威神的价值 使这个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远远正三不退 他的境界就提升到阿弥陀治菩萨 阿弥陀治菩萨通常一般修行 修到这个位置 真的要修五亮节 不止两个阿僧七节 两个阿僧七节修到七地 是别教的七地 不是圆教 圆教一定要用花眼睛的尺度去衡量 五亮节才达到这个地步 我们这个才念几天佛号 这一往生呢 就超越了 所以你晓得多少菩萨看到 谢幕啊 谢幕得不得了啊 我们修了五亮节套到这个地步 你怎么一下就来了 实在讲的是吧 这个我们抬章话没有高楼 像这个外国有一百多层的高楼 那个普通的菩萨呢 就像爬楼梯 慢慢爬慢慢爬到顶上 好辛苦好累啊 那在念佛的人下坐电梯 一下子 怎么你没爬 怎么就上来了 坐电梯上去的 这个是梅头本愿为神的加持 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么正得平等发生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你看四十八月 你看五亮寿静 生到西方世界 我们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神尽此 我们神也是尽此 阿弥陀佛的面貌很圆满 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 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 我们到那里 这个相貌跟佛也完全相同 这是佛力加持的 不是我们吸的 因此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智慧 神通 道理 差不多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 这个不是自己修的 所以到那里是 毕竟得正平等发生 与净心菩萨 与上帝菩萨 这个净心就是 得清净平等 决心的菩萨 上帝是指等觉菩萨 在圣地之上 这菩萨位置最高的 等觉菩萨 就是观世音 大世之 文殊普贤 弥勒 这都是等觉菩萨 跟他们一样啊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跟他们一样了 毕竟同得极灭平等 这个是观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想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常常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我们现前修 神窝塔 毕博神啊 我们现前修 到西方世界 那是真修 实修 那么观察 这个三种庄严功德 哪三种呢 这十一段说出来了 观察 有三种 这个观 刚才讲了 不用心意识 不用分别执着 这叫观 叫看 差呢 差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这叫差 清清楚明白里头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这个境界里面呢 是平等的 所有一切不平等呢 是分别心 执着心 便现出不平等 立开分别之处 万法是平等的 所以心地清净 你看一切法是平等的 如果看一切法不平等 你的心决定不清净 这个美 那个丑 这个长 那个短 你的心还会清净 不清净 清净心里头 看的一切法是平等的 何等三种 一切观察 必佛国土 功德 这个庄严功德 就是西方世界 一真庄严 无量寿经上 弥陀经上 观无量寿佛经上 都讲得很多 所以我们要念得很熟 这才能够灌得起来 如果不熟 那就想不起来 纵然想 也是打妄想 跟这个经 不相应 经一定要熟 我们想 就会相应 这是看这个 一报 庄严 或者观察 阿弥陀佛 庄严功德 这是观 正宝庄严 这个正宝里面 有主 有伴 主 就是老师 西方世界的老师 阿弥陀佛 三者观察 必读菩萨 庄严功德 菩萨是伴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菩萨 所以那个世界 跟其他佛世界不一样 其他祝佛世界 跟我们俗佛世界差不多 都有六道 都有舍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六道 没有舍法界 只有 一法界 叫一真法界 他是一真法界 西方世界里面 只有一种人 菩萨 而且还不是普通菩萨 是菩萨里面 最殊胜的 菩萨 你们读《无量寿经》 应该知道啊 西方世界的人 通通 经常讲的 启興行共遵修 铿行共遵修 铺斜大四之德 所以全是铺斜铺 铺斜 那么这也能够看出 《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多么密切 所以古人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 跟《华严经》无二无比 这个说得很正确 说得不为过 这是教给我们要观三种庄严功德 那么这个三种庄严功德都是真实的 不是虚妄的 《无量寿经》最后是回向 云和回向 不使一切苦恼重生 心肠作愈